记者杨纯会台北报道,救国团按第二次听证会经登场党产会,救国团分别邀请学者专家陈述意见。 中研院台时所赋研究员吴瑞仁引述自身经验指出,在1987年解研前,救国团毫无疑问是国民党赋水组织目的未深入青年层进行控制。 吴瑞仁表示,救国团的自强活动曾风靡全台高中生,他也曾参加救国团举办的中横旅游行程,被救国团收编过。 救国团非但是最大全台旅游业还是交友中心,是当时青少年认识异性出游,唯一不会被教官关切管道,唱他们认证的歌,玩他们认证的游戏,以享乐来进行社会控制的体系。 吴瑞仁提及,他在1980年代以无党籍身份当选台大学生会会长时,却收到救国团公文要他去参加干部训练,他非常生气将该公文撕掉。 救国团把各大学学生社团视为管辖范围,没有国民党撑腰,救国团敢这么嚣张吗? 一手大学政策管理学系助理教授吴明孝则指出,最高法院以活回救国团至亲大楼案上诉救国团败诉的理由之一,即指出救国团曾是隶属国防部的国家机构,该时期所获得的财产就是国有财产,但脱离政府后,后来就算登记社团法人或社会运动机构,都不具有对财产占有的正当性。 感谢观看